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那么随着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正式提起公诉后 薄熙来案又再度成为各方舆论关注的焦点 海外主流媒体也都发表相关的报道还有评论 对即将开始的庭审 以及薄熙来可能会被判什么样的刑击进行预测 像英国的路透社就评论说 除了贪污受贿还有滥用职权外 薄熙来并没有受到策划政变等更具爆炸性的指控 这似乎显示习李政权希望能够尽量的低调将此案了结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也认为 博案如何了结将是习近平上台后 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政治挑战 美国华尔街邮报则推测 薄熙来案提起公诉似乎表明 中共内部已经就如何处理薄熙来达成妥协 薄熙来可能会被判17年或18年的监禁 然后以保外就医的方式服完大部分的刑期 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报道则认为 这个薄熙来无论是如何宣判 中共权力高层左右意识形态之争 都不会因此而平息 而外界对于中共是否有能力自行肃清贪腐的质疑 也不会因此而减弱 总部设在美国的独立媒体大纪元时报则认为 中共对于薄熙来的公诉 掩盖了薄熙来的两大致命罪行 一个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尸体贩卖 另一个是策划政变 企图干掉习近平 这两大罪行的任何一项都足以判处薄熙来死刑 在河南行阳市京城路街道办事处康寨新村 因为京市房争地问题与当地政府发生争执 多年得不到解决 今年的7月24号下午 大批警察入村抓人被村民包围 一辆警车被缴获 大纪元新闻网报道 据当地民众介绍 当天四五百的村民包围了警察 附近围观人群则有一两千人 被缴获的警车被村民挂上了 非法占地无法无天的条幅 随后当地警方又调了四五百警察和保安 想把警车抢走 但是村民们说 你们不放人 我们就不放车 双方发生对峙 25号的凌晨四点钟左右 当局再出动数百警察清场 守在警车旁的村民被强行抬走 25号白天 大约有五六十位村民 又自发地到行阳市政府抗议 要求释放被抓的村民 他们坚称 不释放被抓村民 就不会离开市政府的门口 据报道 被抓的村民有15人左右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经文